恰好是少年的评分达到了8.8,一个综艺节目的评分能达到8.8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了。 在最后的一个路线,我们也看到了王俊凯开自驾车的画面,虽然没有董子剑熟练,但是也开得非常稳当和不错。 在最后的一个路线,还有了彭玉畅的加入,四人在顽皮滑艇漂流的时候,也是玩得非常的刺激和高兴。 有一个片段是王俊凯被困在了泳池中央,而且旁边还站着悠然自得的董子剑,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故事? 我们还是在节目中见分晓吧。 四人在节目中,也是玩起了近段时间非常火的抓鸭子游戏,而在这个环节中有不少网友和粉丝,却被王俊凯的穿着打扮给吸引到了。 在这个环节中王俊凯一改在节目中平时阳光帅气的形象,反而穿起了看似有些破旧又有点年代感的衣服,而且手里还拿着热水壶在喝水,活脱脱的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,不仅如此王俊凯在玩这个游戏时,说话的口气也是非常的自信。 感觉到对于这个游戏,它难捏得非常准确和轻松。 感谢观看